Ish 好 今天呢 我們來教 Doma Zagre的 Hardcore Bass 對 是Hardcore Bass 不是Hard Bass喔 那在Doma Zagre Swiss Beatbox的Shoutout影片 這部的主題是Hard Bass 不過他裡面有其中一段他講Hardcore Bass 你不熟悉的同學呢 他的音色聽起來大概像這樣子 allowed Fast Fast N Fa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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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就 聽起來你可以仔細聽 建議下一個講解 那 這個Hardcore Bass呢 你必須要先會普通的 猴音Bass 或是Throat Bass 這個聲音 這個很多人教了 這邊我就不再多贅述 那 你必須要把它 從Throat Bass轉變 你就要加入這個 會驗的一個振動點 那這邊 如圖嘛有相當多的資料 如果說你看圖 還是不能理解呢 你就想像一下 平常吃東西 吞驗的時候 會嗆到 這是你吞東西嗆到的 那個點 差不多就是你會驗 跟氣管那個口 然後它的吐氣音 如果把它卡著的話 就有 的這個聲音 所以你要抓這個點的話呢 你從普通的吞驗 它會蓋起來 它會蓋起來 如果說你吞嚴找不太到的呢 你可以說 A-L-L-A-L-L-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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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就可以卡到那個點了 那就慢慢琢磨琢磨 然後這個呢 有些人會把這個慧焰吐氣的摩擦聲音 跟Vocal Bass 或是那個尋用錘震動的那個聲音搞混 那你看這個頻譜分析 上面的是我們的慧焰稍微靠攏的震動聲 對 還有蠻複雜的音頻的模糊 可是特定幾個區段有稍微比較明顯 然後下面呢就是我們懸用錘的震動聲 那懸用錘這個震動聲 它在中低頻的地帶 是比較連續的 不像高頻的部分是稍微有點斷斷續續的 大家再仔細聽一次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聽一下上面的那個慧焰摩擦聲 這邊把兩個音色差異給你們 你們在練的時候就 如果還是不太好判的話你們就回來聽我這一部影片 好 在最後這個部分呢 有三個音色 上方是我自己原本聲音 然後嘴型是嗚的情況 嗚 然後中間是我 我用嗚的嘴型 然後用Throat Bass 然後上面跟中間呢 我的原本的Vocal 加上Throat Bass的震動點 所以在原本的音色之下 我多一個震動點的音色 換之我的 我出現的波會是原本的兩倍 喔 喔 嗚 嗚 嗚 現在我們再加上 慧焰的震動點 看到這下面 就是我們的Hardcore Bass 它是我原本的聲音的波的數量的三倍 所以它是 從上面數起來就是加1加1加1 對不對 所以從一個波 波形變成兩個波形 然後再變成三個波形的複合 然後做一個連續的變化 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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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,比如說你的這個小小的高頻 就是在你加入會焰的摩擦點 再加上你throw bass的作用之下 他會再多出了更豐富的音色 所以最後在這一個小總結 首先你要先學會 普通的throw bass 接著找到會焰的吐氣摩擦聲 並且把他們兩個結合起來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hardcore bass了 好,接著我學到這裡 掰掰